各位网友大家好 今天是2023年6月22日 这是今天第二场读报点评节目 现在中共国是搞运动 什么事都是什么 看谁官大 一有什么事 某一个领导就是做个批示 然后就派工作组 联合调查组调查 然后开始公布 即使公布了也未必是真相 为什么呢 谁的权力大 谁就有最后的裁决权 谁不能挑战他的权力 这就看是官大小了 刚才看到凤凰网发表片文章 媒体见美女运动员 扔鞋的事 就高跟鞋的事 调查直面性交易的丑闻 传闻 这是因为一段视频在网上热传 就是江苏省 这是李强的老曹 出个见美锦标赛 一女选手在台上 把这高跟鞋 扔向这个评委席 嘴里还在骂 骂得很难听 然后工作人员就把他 强行的给拉走了 引起了轰动 于是人们就传闻 说是扔鞋是因为 那个评委答应他了 前天晚上他有性交易等等 接着你看最有意思 有趣的是 有关部门立刻成立了调查组 开始调查了 人们又开始期待了 期待什么出一个公平公正的一个结果 全都是这套东西 一有什么事 调查组 你家银船大爆炸了 然后派调查组 各个部门开始出去了 出去调查 领导批死 很不正常 一片乱想 你想吧 你要俩 要是有交易 他给你骗了 这说明什么 这是一个政治体制的原因 你这个能不能凭上你这个就是建美 漂不漂亮 就是应该是一个这个评选小组 应该大家投票 无计名投票 公平公正 谁票多 谁就上来 对不对 你看美国加拿大不都有这些东西 你看哪有这些这些故事 是不是 人那个评都是 大家都打分 都是公开透明的 你想作弊也作弊不了 也没有必要作弊 对不对 那么呢 谁知道真还是假 但是肯定是他非常不满 对不对 那问题就来了 你既是不满 你也不能在那场子 非常不礼貌 拿鞋子 你都随于虚心自事了 随于犯法了 对不对 搞得这个 这个 舆论滔滔的 各种传闻都出来了 谁知道呢 这件事情 实际上是法治的问题 你比如说你指控他 就是和牛交易 把你骗了 法院呢 你说法院干什么 法院行动虚实 没有法 一片乱糟糟的 就是说 给我的感觉就是 这不是一个正常的社会 没有什么规则 也没有什么规矩 完全是胡整 今天这样 明天呢 都在等什么 等伟大领袖 等上一个小习近平 这倒不是习近平批死了 但是如果习近平能批死 保证习近平批什么就正确的 对不对 所以这个表现中国社会 就非常不正常 不是个法治社会 这是一条消息 今天疯狂网 还有两条消息 非常重要 表明习近平 现在主导 什么都管 要管两岸 就是台湾问题 解决台湾问题 以前是每天都就军机骚扰 现在少一点点了 就是什么 武统台湾 现在因为大选来了 他想成本代价少一点 把台湾骗到手 就扶植这个国民党 扶植他感兴趣的国民党 所以他诋毁这个 就是民主 这个民进党 你看今天有两篇文章 看见没有 蔡英文为军校毕业生 受贤的时候 受接大搞乌龙 这是一篇 另一篇就是 你看 玉山舰 玉山舰就是国舰国造 就台湾自己建的军舰 这两个消息都是什么 都是现场新闻 你看今天 疯狂网发两题讲这个事情 一个是这个舰 以前宣传都是很隆重的宣传 这是非常低调 这里讲到联合暴力报道 就是台海军的玉山舰 在高雄搞了一个仪式 军港举行成军仪式 由台海军司令部唐华主持 船引台阶防务下令低调 罕见部队公开或邀请 台当地的高层到会 也就是把这个宣传降下来 这个是他就感到奇怪 讲这个事情 意思是民进党现在害怕了 对不对 就显示什么 显示中共国的强大 其实有什么用 搞这套东西 你公布就是 如果习近平衡 这想统一台湾 很简单 选举就完了 我们开始选举 允许国民党民进党 你们到大陆来建支部 我们一起选 我们国民党有信心能选 靠选票统一 很简单 一选上谁一执政就统一了 他不是为了统一台湾 他是统治台湾 他又严重的不自信 知道自己选不上 谁跟第一 知道老北京对一党专争恨 都希望像台湾那样政党问题 对不对 要为什么 今天北大校园一个女学生又站出来 你看这个牌子写得多好 你看非常清晰 很有文字功底 很有思想 对不对 霸出一党专争 拥抱多党制 拥抱多党制 那不就是台湾不就多党制吗 是不是 所以他这个 你可以看这都大虎 大忽悠来进行宣传 这宣传也没有用 比拼的是什么 比拼的是政治制度 才因为马上就要下去了 对不对 不管怎么样 人到点就下车了 总比宗生制就好了 是不是 总比厚着脸皮 你坚决不下去 搞一场军事政变 整天吹牛皮好多了 对不对 把中国搞成今天的程度 没什么本事 就下去当老百姓 让英雄本事人上 对不对 最起码胡孙华上了 我看都比他强多了 汪洋都比他强多了 他就是中国这个政治体制 他不公平 每天一直厚着脸皮撒谎 没有用 一点用成没有 我跟你讲 只能加速自己的垮台 你看下一题也是 就是我这个蔡英文 说给人绣这个 绣军衔的时候 因为他不懂常识 他给这个毕业生挂着 军衔是挂到了 等等等等 是 每个人他都有这个弱点 他毕竟是个女性 他不是太了解 可能挂错了 错了就重新挂不就完了吗 这有什么可 当这么回事的 对不对 这肯定是有不太好 就是算一个笑话了 他就讲什么 叫富康王抓住了 台军三军六校 联合毕业典礼 21号在台北复兴港举行 那么还反复加个词 台湾地区领导人 意思归习近平领导 习近平是全国领导 你是不是领导 你得不等连心 你就看人民群众用不拥护你 我看台湾老百姓到目前为止 还是非常拥护蔡英文的 对不对 他不拥护他怎么上来呢 我亲眼看他选举和 韩国云南选举三轮演讲 演讲讲得很好 那是靠选票 不是开玩笑 你习近平经过选票 你演讲看看 大白字连片 你能感人蔡英文 催什么催 只是这个是 这里讲台 国毕当跳毛鸣 台北市议员叫徐巧新发现了 才能把魏军官的奸长 挂反了90度 那不要紧 说你挂反了呀 对不起我挂反了 不太了解 挂一下 你要叫我挂 也可能反 我不懂啊 我没看过这个东西 什么决险 这随着有弱点 没什么 但是他应该讲 就是作为一个台湾的 民选的领导人 他应该对军队里 这些业务应该熟悉 可见他也不是很熟悉 这也很正常 你想吧 他过去 他是明选上 他也不是当兵出神 是不是 大概呢 你要叫他讲的汽车 肯定他是内行 他爸开汽车修飞厂的 是吧 据说他车开得很好 蔡英文 反正不管怎么也到点了 下来以后 找对象 就结婚了 对女人来讲 没有什么比爱更重要 是不是 所以中共搞这套民堂宣传 我认为没什么用处 只能让人看出 极度的不自信 我们再来看更多的 更重要的消息 今天看到了非常大的猛料 我跟你讲 猛料接了一个 一个接了一个 推特上面猛料 叫量子要紧发布的 又一个带正式的爆炸性消息 这个六月份真是不平静 感觉是伟大 美国的大王早就铺好了 正按照他们的步骤 依次照下来 为什么呢 武毒所竟然有三个人 跑出来了 将在美国会会作证 一边真的还是假的 有三个人 谁知道呢 如果是真有三个人作证的话 开西级皮 怎么去收拾这个烂摊子 早晚都是事啊 我跟你讲 我就是武毒 就是病 就是一个新冠的事 我相信逃不掉啊 这可是大事啊 我跟你讲 要证实说自己是搞出来的 货害全世界就完蛋了 我跟你讲吧 就等着啊 人家和你讨回公道啊 我们来看看更多的消息 美国《斯均报》 拜登莫迪 说过拜登这个接见了莫迪 莫迪跑去了 说跑到美国去了 给大家看看 你看人就 这个美国还是世界的老大 这个拜登还是有办法 看见没有 三个人战争一排 这是很大的新闻 今天新华社有一题 算不批这个事 对不对 正经中共国现在很在乎 你看 美国《斯均报》到拜登莫迪 将宣布太空半导体等科技 与军事合作协议 美加入印太海洋产议 你看现在都形成了各个圈子 方法队 一个个一步一步环环的相扣 干什么呢 唯独中共啊 你看这力量多大 为什么他不立刻来拜登这样 讲是走在正确的道路上 确实啊 人来就达到一个目的 你习近平承诺 暂时不给俄罗斯致命性的武器 你达到这个目的 一直给俄罗斯干掉 然后人家慢慢的 让你在里边奔 你可以看出来 今天早上人家看出来 这乌克兰战争 越打越猛 现在已经就剩两条部级线了 是吧 又解放了 好几八九个村庄啊 正在往前推进 发展很快啊 就是你俄罗斯 你自己为七大工业股 唯有我 这个一脚 那个一船 铁大铺 就在这打呀 老习你站一边 不要帮他 好 我不帮他 人达到这个目的就行了 什么做在上面 做在下边 因为美国不在乎 在乎的是人群界 又到你台湾海峡走一圈 对不对 你不敢拦截吗 这证明谁怕谁 那么同样的 老拜登玩另一手 就让习近平的后院起火 那就是什么 莫迪呀 印度 因为边境连在一起 是人口大国 对不对 核大国 你就看 而且旧恨新仇 恨中共 是不是 毛泽东时代 那个气还没完 是不是 所以现在给印度拉去了 说印度总理莫迪 6月21号和23号 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了 白宫表示呢 美国支持印度大国接起 而印度呢 作为世界最大的民主国家 你看强调民主 为什么也能合作 政治制度对接 这最大问题啊 说是将在未来几十年 成为美国的关键的战略伙伴 拜登为什么骂习近平是独裁者 大得民心的 人们最恨是独裁者 你看北大人的女性 她不恨 不恨她举牌干嘛 是不是 你看牌上怎么写 推特 YouTube 脸书 都写得很清楚 这小孩经常反强 啥都知道 说年轻一代不赞成习近平 为什么共青团开会 领导干 全是老头 年轻一代 和习近平正好相反 习近平已经失去了年轻人 失去年轻人又失去了未来 我跟你讲 很危险的失去明天 说美印两国 这个结合实力 在印太地区和世界各地 作为一股良善的力量 良善的对面是什么 并确保美国与盟友伙伴们的利益 还想提升两国界的战略科技伙伴关系 加强呢 包括太空 清洁能源 半导体 人工智能 AI等新型科技的合作 并在军事上更加紧密合作呀 现在这个战争是什么战争 我刚才台湾一个军事评论家讲的很好 就是什么 AI战争 这东西很厉害 已经完全是 你想 你要不是大学生 不是大学博士生 你能打啥仗 对不对 你就打不了仗 而恰恰 你要如果军校吸收这些会翻墙的 懂AI的 你也骗不了他 人都可以看网站 看海外这个 包括老江的网站都有人看 你想想 看了我这网站 每天早上 你干系 华晨 什么都知道 对不对 你谎言不全都错算了 是不是 白宫国安会在6月21号傍晚进行简报 一位拜登政府的资深观影透露在莫迪访问期间 两国将宣布多面向的科技合作项目 首先是什么 在太空方面 美印将签署以造福全人类为愿景的太空探索合作协议 美国宇航员和印度太空研究组织将合作发展载人宇航项目的战略框架 并在24年在国际空间站进行联合任务 在半导体方面 美国半导体公司将在印度建立半导体生态体系 增进什么供应链的多元化 就是人家把世界工厂转走了 从中国转走 什么也有中国 美光科技公司将获得印度国家半导体使命的支持 投资8亿 18亿 8亿美元 美国给投资 印度当局也将额外投入资金 将在印度建设总价值27.5亿美元的半导体组装和测试设施 就这些半导体这个芯片这个事 这可是大事 在发展一定程度 西北京的统治下是有一些库底的存货 靠一些存货慢慢补 你等再过一点一点 人给你断了以后 你就在外面爬行 就爬行得多少年 还要10年到20年 搞不好40年50年 你才能赶超人家 因为人一直往前走 对不对 你看人的芯片 你看台积电 是不是 还给人做对 习近平为什么这次见了 布林肯打了头 讲的话 就是不取代美国的地位 但你现在不取代已经完了 人已经伤透了心了 对不对 所以他不听李克强的话 李克强在政局会多次就批评习近平 说千万不能和美国搞 就闹矛盾 闹到最后你吃亏 为什么咱们现在科技水平不是人家 那习近平 不用理 不行 打 怎么样 现在就是 面临的战争了吧 对不对 你看这篇文章讲 他说呢 美国应用材料公司啊 也将宣布在印度建立一个新的商业化和创新半导体中心的 美国将协助培养六万名印度公共事 六万个印度公共事 你看 并且将宣布支持印度加入 用美国主导的 就美国是老大的 现在他一定到这个老大 你无法改变二战以后的这个国际台识是什么 就老大是围绕美国 包括美元体系 习近平还讲人民币取代美元 取悦不了 你就太狂妄了 就他这个低能 无知才能无益 一个人你没有文化是最敢干的 有时候你脑里没有框架 不知道世界是怎么回事 新片是咋回事啊 对不对 你看恶物战场上 无人机打仗 你说打得多精准 昨天我看过视频 你看那一个人 是狙击手 单刀直入 孤单英雄 那可能是真的 你看那个人叫他杀的 这一个人杀多少 是不是还忽视忽视喘的 我在看了 也差不多一个小时 我就想这个战争 你说你要灭点文化水平 能不能打仗吗 你和俄罗斯建议乌克兰给打的 对不对 现在就是空忧 就是等到爱护16再来了 俄罗斯就完了 俄罗斯彻底反弹 内部还有内斗 美国在锁笼 挑动 瓦尔格纳给他搞矛盾 是吧 你很快就瓦尔格纳 附近 你们等着看吧 这篇文章讲 他说此外 他说美国将协助培养 6万名个印度公司 宣布支持印度 加入美国主导的 掌矿产安全货帮体系 确保印度能获得生产半导体 需要的矿产 因为你搞半导体 你得有些稀有精髓 对不对 说此外在量子计算 人工智能 气候科技 两岸都将宣布 合作项目 美国将协助印度 发展下一代的 这个6G网络 欢迎印度参加 美国的叫 拆掉换掉项目 将美国境内 有不可信的厂商 制造电信商品 叫华为 以前和中国合作 不是很多设备 中国给赞助的 资助的吗 都进来都安装好了 拆掉啊 加拿大也是一样 你和水是多大 这习名胡卓 我给你讲 他要听我老江的建议 我在你看我以前这几五年发的视频 我都刚开始很善意帮他 给他帮助他们出点子 希望他走向民主改革 他不干 你看我让他在深圳搞政治特区 我讲到当时我说你站在你爸爸肩膀上 把深圳变成政治特区 你就不一样了 哪有今天 你就没有李文亮事 也没有新冠 也没有这个文字语言 也不会转变这个国策 美国也不会转变这个国策 颠覆这个国策 就彻底的走不回去 完蛋了 他要搞帝王志 这是走不通的路 你看这个文章写的非常详细 他说呢 将美国境内的不可信赖厂商 所制造的电信网络 全部拆除更换 给了印度 中国跌倒 印度吃饱 这确实是 我跟你讲 印度最大的受益制 因为他有的是劳动力 对不对 又会中国国连在一体土地 生产送你的转了以后 就一个火车就拉走了 呼噜呼拉走了 就留着什么 留失业烂摊的 给你戏片收拾 你就天天读 毛细语录 戏片语录 我能解决什么问题 老百姓肯定不满 要和以前比较 越加怀念 呼噜时代 这最大的问题 社会很快就动荡起来 我跟你讲 再镇压也没有用 这篇文章讲 根据经济时报 2022年10月的报道 由于华为与中信 在印度遭到国安质疑 而影响营运 2020年以来 这两家公司 印度分公司 裁员了90% 所以6月20号 白宫国安沟通协调员 克比 他说呢 本次莫敌方美 并非对中国 你看他现在还这样讲 那要带骗他吧 对不对 不过从两国宣布的 合作项目看 美国将协助印度 发展中国 引以为傲的太空 载人飞船 而先前 被中国政府 基础禁令的美光公司 如今则在印度 大局投资 克比告诉美国之音 在包括半导体 等科技上 拜登总统要做的是 把美国将成为供应店的起点 而不是终点 也就是整个亚洲 过去世界工厂 从中国 这么大一个辽阔的土地上 这么多年拱物量全转 逐步开始转 也走了 而不是终点 拜登将和莫迪在这方面 有热切的讨论 这是公布出来 没公布 可能私下还讲 等加勒在干完中共以后 万和谷就是你的了 那些有争议的地区都是你的 一定是这样的 我跟你讲吧 说为什么现在 满洲国都搞研讨会了 英国琢磨着香港 是不是 这是很大的事 新疆西藏内蒙 习近平得罪的人太多了 真完蛋了 现在只有一个办法 就是习近平如果是这套班的 小矮人如果是这样 1976年都被逮起来 那或许还能缓和 否则将来很麻烦 说拜登和莫迪 将宣布三个国防合作项目 第一个是实无前例的 通用电器和印度斯坦 航空公司签署 调解变好路 将在印度合作生产 战斗机使用 开准备打仗 ZE414发动机 印度将购买美国的武器 包括购买什么 MQ-945人机 那啥意思 人在那搞军事机 你给你袭击 你怎么满海 你往哪里躲 你操哪都没用 你这个东西最厉害 你苏莱曼你怎么死的 是不是 你靠铜箱铁壁 没用了 谢德华战争是精准的打击 以增强其情报的收集能力 第二是印度将允许 美国海军舰艇 在印度船船进行维修 这将增强美国跨多个战区的成本和时间保证 就是人做好长期和你打仗了 你不是有军舰三百多个吗 人也有啊 人在那见就完了 在你家门口见 你就想想吧 这多大的事啊 还可以在那维修 他说呢 这个目前经有一处开始运作 已经开始动了 另外有三处在筹备当中 第三次6月21号宣布成立的 印美防卫加速生态体系 由大学孵化中心企业智库和私人投资利益组成啊 促进国防技术的联合创新 并加速印度新兴私营部门国防工艺和美国部门的整合啊 你看这次墨迪去美国 这个人家双方之间这个动作非常大啊 当然美国将加入墨迪在15年倡导的印太海洋倡议 通过这个区域机制 共同促进安全可靠和稳定的海域 制定共同行动将共享威胁评估计划 并与东非和印度洋沿岸国家合作 而今年呢 也将举行美国印度固定的年度联合军演备战演习 也就是说他做好打仗的准备了 也就是说他人家不怕打仗 你的国土联合他连在一起 我美国国土远不要紧 我关口前已不光有南韩 日本台湾 菲律宾还有印度 你就想象将来中国要和人打架的是N个债线 同时作战 你就想一想吧 是个什么形式 所以习近平现在毛了 为什么这部队现在对他很有意见 结果他把战争里引到家门口来了 现在就升了新华社 吹牛了整天 这篇文章最后讲 他说为加强两国人民交流及外交的联系 美国也将在印度的班加洛尔和埃哈迈达巴德增设领事馆了 印度也将重开在西雅图的领事馆 全行为他们合作了 此外印度正在减少对俄罗斯武器的依赖 以后他们逐步就不买他武器了 买谁都买美国的 俄罗斯马上就完蛋了 一位资深官员指出 莫迪和泽林斯基在日本广岛的G3文峰会上的良好互动 显示印度也准备扮演外交角色 为乌克兰摸求和平 就在乌克兰俄乌战争上 印度比很不好 现在也开始准备转变转变了 可能拜登圈他 老莫呀 你得好好做的样子 这个马上就咱们就给一个干败了 咱就收拾中共了 你还在跟他下忙活啥 买他干嘛 你一买武器就买我的 老莫说好啊 这次我会再调整调整 这篇文章是美国之音报道的 我们再来看看另一篇文章 中国现在你不能说他不做事 他外交方面也在想办法 你看今天美国之音报道另一篇文章 就是台湾外交部周三表示 斐济因不堪中国施压 再度将台湾代表处的名字呢 由正式的国名改成了台北 中国就在乎这些表面线 有什么用 改个台北是改个台湾 它不都一样吗 你何必在乎这些东西 习近平就在乎这些东西 做个习 谁做的呢 说这些上的这些下的 你讲这个有啥用 实实在在做的事 他不是每天误虚不识 另外斐济总理日前表示 考虑终止与中国的警察交流协议 也遭中共强烈的反弹了 这是美国之音发表另一篇文章 斐济破语北京的压力 因为斐济得罪不起中共的 中共毕竟现在鱼尾还在 你看这张图片 斐济和中国的政要和王仪 两个谈话的情景 这篇文章是美国之音报道 美国之音什么消息都有 他说呢 斐济前政府破语中国的压力 在18年片面将台湾驻斐济代表处改名了 驻斐济台北商务办事处 但去年的斐济大选过后 政党轮替了 又亲民主的人民联盟党 国家联盟党和社会民主自由党 组合政府了 你看人也是民选对吧 全世界将来走的方向就大方向 就是民主自由 将来都是多党制的 你不可能是一党之争 说为什么普京犯这么大的仇 这么大的误判 那不仅因为干的时间太长了 干傻了 人呢 你只要在这个权力场上 待久了以后 肯定要出事 这个必须是轮替 所以没有什么比 政治文明 就是多党之好 那么这篇文章讲说 但在去年大选过后 这里发生变化了 后继内阁讨论决定撤销前政府决定 在今年3月15号恢复 台湾原代表机构名称 中华民国台湾驻斐 商务代表处 以及外交特权 不了才过三个月 斐机再度修改了台湾办处的名称 因为它是小国呀 小国就是这样 在大国角力当中 小国肯定是在擦眼观色 是吧 受欺负 就像监狱那些弱势群体 那些小孩的 这个没有什么背景 家里又没有钱 又不能打架了 是吧 小偷小木 就在看这个监狱里 就不记得黑社会老大 四五个 在里面争霸 是吧 就在看 随着也就关系硬 今天给这个大哥洗洗脚 明天就给这个大哥扇扇扇 找一个靠山 那小国也是一样 那小国就斐机 就属于这种处境 只能讲 台湾外交部周三发了声明说 对中国再度 与国际领域打压台湾 别异台湾主权地位的刑警 外交部给严厉谴责了 就台湾非常恼火 又挖走 生气 相信国际社会自有攻断 同时对斐机政府的决定 表示遗憾 这篇文章讲 中国驻斐机大使 周二会见了斐机外交部 新任常常务秘书 叫卡罗 挖挖拉 他说呢 中方赞赏斐机 恪守一个中国原则 并以恢复表示 以成功地说服斐机政府 将台湾 这个管的改名了 就改了个名了 是吧 就乐成这个一样 就每天就忙活着 没有用的事 要教我的观点 你最好你台湾都让给他 让他背着 到处站住 他站住完 他就没有钱 哄中国老百姓 老百姓就 革命就发生 这是好事实际上 你就这头背着 都给他 是不是 你台湾做你自己的事 你就是宣传台湾的民主理念 这最重要的 那么这篇文章讲 斐机新总理 兰布卡上任半年来 力图扭转 前政府的亲中无限 说斐机本月 终于新西兰 签署一项防卫协议 将加强军事训练 海上安全 并增进两国在灾难 与人道主义的协调合作 就是和平时期 他的人道这方面 战争将来就选边战了 说兰布卡月初曾表明 正在考虑 是否要终止 与中国警察交流协议 他又说派警察帮助 维稳的 傻到什么成本 你国内的人都一团糟 动不动就出来抗议了 你这个将来 还要管全世界的事 这个政权 可以让钱很快就完蛋了 他现在看不到 是怎么回事 你首先 自己老百姓哄好了 你讲的一旦有外地 入群也好 还是发生战争 老百姓战的一面 他恰恰相反 据观察家 外交家报道 杂志6月15号报道 斐济想要废除 与中国警察交流协议 主要是因为什么 中国过度插手来 比如说中国现在 古外搞监听战 还要搞军事实际 颠覆美国 你很难 吹牛蒙 我跟你讲 你根本不是一个档次的 你看美国的军事实力 你看人的行 你是什么 你是核动力 你是争气动力 你能和人打仗 是不是 这边文章讲 太平洋岛国 无论是国家大小 皆要尊重主权的 并坚定致力于保护 国家主权的国际体系 但中国以超级大国的自豪感 不可避免将太平洋岛国 四位下属而非伙伴 这意思是太平洋岛国 也会给他领导 在美国后院 后院给他点八火 是吧 将称霸世界 这是非常可笑的 说斐击与中国 2011年签署谅解备忘录 允许斐击警察 在中国接受培训 就把斐击警察 转到中国去培训去了 有吃有喝 那肯定愿意啊 说并允许中国警察 派驻斐击 涉足斐击警务训练 给人训练 叫统治这个地方 说是据斐击当地媒体报道 斐击政府欲摆脱 与中国建警察协作的努力 陷入拉锯战 就人家后悔了 现在正在交召状态 中国驻斐大使声明 不愿放弃警察协议 并会尽可能地 与斐击政府进行交涉 这是滑稽可笑 好 谢谢 再见